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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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現在的蟹不是阿里斯加 阿里斯加有 但是阿里斯加的品質 粉質沒有我們現在 百零海峽包括日本船 俄羅斯船和韓國船 促回來的蟹這麼好吃 現在很多香港市民吃到的蟹 基本上就應該是百零海峽的蟹 和挪威的蟹都是北極圈過頭的 由九月份至一月份之間 最多就是俄羅斯的 大部分是經韓國K631的飛機下來的 俄羅斯的蟹 去到一月打後 俄羅斯的蟹捕捉期過了之後 就是挪威的 最適合吃的時候 基本上現在你又打後十二月肥肥 它就比較很多的能量 蟹比較肥 每年都是十二月一月左右的蟹 比較肥 如果挪威蟹和俄羅斯蟹 大家質量是漂亮的肥美的 分別是不大的 挪威蟹出來的蟹 它的肉質比較實一點 比較飽滿 通常挪威蟹會比俄羅斯蟹 比較貴一點 可以捏一下它的腳 感覺到 你捏一下它 感覺到 比如說這些蟹 比較漂亮 比較飽滿 這些腳位 你比較飽滿 這些是肉 它的肉 比較飽滿 如果你捏下去 是男嬉嬉的 男嬉嬉的 他縮得很厲害 男嬉的 縮得很厲害 你教育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你會看到 很高的 剪那個染位 染位 就是它的高位 最多高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高 水已經出來了 這些水是好用的 這些水 可以拿回來 煮菜的時候 拿下去 它裡面有一條腸 這條腸 是它的便便位 今天那些膏是可以吃的 拿個蓋出來 蒸的時候 它會出水 出水出來 接著我們就繼續 撕腳 撕腳 撕出來 那個位置在這裡 在這裡煎 我一邊 整個肉 被我拔出來 但是有時候 那些蝦 它不是 拆肉 那你就在這裡 剪 它這裡有條根 有條根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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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 劏開它一半 就這樣 成隻腳 位 撕出來之後 它有個膠位 這個位置 我們通常都是由這裡剪 這個比較薄 這個比較薄 薄一點 比較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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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收這個位置 但是它有一個膠位 這個位置 這個是不能吃的 苦澀的 通常青膏和黃膏 是功利 有條根 我們不願意 有條根 有條根 能夠 可以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